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最近呢这个海外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截止到今天的澳洲已经有了这个6000例的确诊患者了 然后呢最近也是该在家办公的就在家办公了 而我我已经在家宅了三周了 真的三周没有出门过了 今天实在是受不了了 所以就坐在车里出来溜达一圈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看现在墨尔本的街头 在疫情下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呢我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德克兰斯海港 其实我们家这里距离市中心大概一两公里左右 像在左边这块都是办公楼 然后这呢是一个Malwell Studio是一个体育场 一般都会开演唱会什么的 像前段时间妹妹就在这里开的演唱会 像左边的这个楼都是办公楼 老长这个人还是挺多的 这个疫情对这个下边影响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道士人没有以前那么多 往常这个路边上经常都停着那个 因为这旁边是电视台 就经常都停着电视台的车 然后底下有机车啊 电车上好空啊 电车上也空 路到了是吧 对 电车上也挺红的 你看现在道士人的确是变手了 的确是变手了 哇前面的这个是外卖吧 对外卖小哥依然是 外卖小哥也没有戴口罩 给那个金顶的黄色那个 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叫墨尔本送餐 是我们 没有广告啊 我们通常点中餐啊什么的 会用的这个软件 人的确是往常这条 这是另一家 往常老朋友给个远点 往常这条路过马路的时候 就这个点有特别多人在等红里等 你看现在 对往常这条机过马路的时候会有特别多人等红里等 你看现在 你看我上边的地方是五点半下吧 我大约开到家里的时候六点半 大概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大概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往常我在这等红里等 其实这边右转就是咱家 等红里等的时候 我天啊那个车 对不是那个人多的不得了 这的确是有影响的 嗯大家可以看看 这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 但是大家都没有戴口罩哎 我看到有一个戴了 是吗 那可能我就在相机里看没看清 其实这个港口的周边散步的人 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对吧 也没有因为疫情就是减少很多 该散步的还是在散步 该骑车的还是在骑车 上班上班的人的确别少 好多人在家 哇这个夕阳今天看起来好美啊 是吗 对 你看往常这些地方停车位 都是满的 对都是满的 就是疫情 就确实是把大家都给憋在家里了 但是还是有像往常一样 来锻炼散步和跑步骑车的人 反正就我观察了一圈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没有戴口罩的 大部分人都没戴 那中国人大部分都戴 对 咱们现在去唐人街的 抽片 好像我看到戴口罩的了 给了个敬酒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亚洲人 是吧 对 咱们现在往市中心方向开 好 我们现在就是往市中心的方向开 然后带大家去唐人街看一看 其实往常唐人街真的是最热闹的地方 晚上 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 好多好吃的 然后还有好多人 好多餐厅 好多奶茶店 好多人 好多车 现在多少车变少了 对 哇 现在这车真的好少 真的按理来说 这个点是往常这个上下班的高峰 下班高峰 对 下班高峰 上下班高峰 下班高峰 右边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警察局 我们这边等会儿 好的 你看 真的是变少了 镜头稍微给高点了 你看 前面车什么的 的确少了 嗯 是吧 嗯 的确是变少了 这条街叫 Spencer Street 就咱们在那横着的这条 是上下班特别堵的一条街 就是因为我上下班 每天都经过这条路 很堵这条街 因为现在没有车 然后前面 再往前面的话 就是Spencer Street车站 是墨尔本市区里最大最大的车站 往常来讲 这个地方是 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的 尤其这个点 上下班 下班点 车很堵 往常都是堵着的 就我回家真就是这个点 我从公司开到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 像你一样都在家办公了 然后也不用出来 也不用出来上班了 在家呆疯了 别疯了 你看电车上几乎没什么人 是吧 对 也就一个两个 就是真的以前 电车上人都是满的这个点 而且这趟可能你上不去 你还要等下一班 右手边的这一块 就是这个最大的 墨尔本市中心 现在最大的车站叫做COS 什么COS 叫做Southern Cross Southern Cross 南十字星 车站 真的往常这条街 真的是堵着要命这个点 来我们来放大看一看 连个车都没有 只有出租车怎么在那我去 你看这个台阶了吗 对 以前上下人多别多 这个点是上上下下的人 我又看到了 你看它能把楼梯设计的这么宽 就证明它应该有多大的流量 但是空空如也 这也是我往常上班的那个 毕竟日路吗 毕竟日路 这两边都是写字楼吧 这两边都是酒店 这个应该是公寓的感觉 对吧 这两边好像都是酒店 然后往常真的是特别多人 我怎么有了一种在上海的感觉呢 在上海 腿在相机里看 你知道为啥吗 我有一种在上海的感觉 你看前面 你知道前面老婆 前面那个树 好像是梧桐树 是吗 对好像是梧桐树 好像是墨尔本市区里 就是整个澳洲少有的一些梧桐树 就前面这些树 要是咱们小伙伴看有上海人 看这个是不是梧桐树 感觉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的电车 老款电车 右边是新款电车 右边是新款电车 我把我把窗子太黑了 就是新款就很长 这个电车是人类少的 空的 空的 有人 有几个 但是很少 绝对不超过两位数字 绝对是十一天 加上司机而且 真的是 我没想到 我以为老外心这么大 怎么 不是我跟你讲 是因为现在出台了法规 就是而且大家也不出来了 对罚款是真的法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戴口罩 是亚洲面孔 但另一位小哥哥怎么不戴呢 前面这个十字街的路口 然后往左转就是墨尔本的市中心了 左转其实就是商场什么的 这条街真的是特别繁华 叫伊丽沙白吧 伊丽沙白大街 路口有警察叔叔好多 这个有这么多警察叔叔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警察叔叔 我都没敢拍他们 好怕 好怕 好怕我们被拦下来 我们过下一条路口就是反正什么 其实真的 外国人戴口罩的真的是特别少 是因为他们买不到吗 这个电车好花 目测里面有两个人 目测里面有两个人 目测 好我看看唐人街什么的 好的 哇这条街真都是市中心了 好空旷 好了我们马上就进入唐人街了 对就是唐人街 能照着那个牌坊吗 照不太到 这些都是中餐 有奶茶店 然后还有就是花生超市 还有里头店 那边是一部分的牌坊 因为这个唐人街是整个这 现在我们 它写的是叫什么 墨尔本唐人街吧 墨尔本唐人街 我看到了 能放大吗 能 它其实这个唐人街是分成两段的 好几段 三段吧 两段 右边的是第二段 然后我们来进左边的这一条 对 我去我第一次见唐人街这个样子 哇哦哇哦哇哦 我去我真的第一次见唐人街这个样子 旁边的店都关了 都关了 都关了 这个还亮灯 它关了 没关 还有人 你看这些酒店 这个西湖大酒家 还有这个 这是礼品店在开 但是甜品在开 礼品店在开 唐人街礼品城 国立 国立 都关了 我遇一位外国小哥哥 第一次见唐人街 还有火锅 哇哦 往常唐人街是炫彩的一部分 然后按超市在开 这有一个亚洲超市 你看超市必须要开 不开就疯了 然后这个红焖鸡米饭在开 然后奶茶在开 反正就是能关的都关了 我的妈呀 第一次见唐人街 空空如夜 空空如夜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种 就是我们马上过年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过年了 然后今天已经29了 大家就是 就是该回老家都回老家了 就该干嘛都干嘛了 我都不出来了 就今天是大年29今天 就有种这种感觉 这么直直开就快到家了 哈哈 出来逛一圈 这么快就回去了吗 对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 You're the trip 按我们的 你们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吗 那只澳洲的警车 长那个样子 我给大家看看澳洲的警车 就是 又抓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 基本老外都不戴 可能真的是买不到 但是你也没有发现 街上很少那种三无成群的了 因为新出的法规就是你超过两个人减半 你就会被罚钱的 就你最多只能两个人一起在街上出现 咱俩一起怎么不行 对 但是多了多一个人就不行了 我们就会被罚钱了 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或者两个人 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三个人结伴 你看 这也是两个人 没有戴口罩 我现在好像成了这个 没有戴口罩的这个监督员了 其实澳洲算是一个防疫管控比较好的国家了 就是相比美国来说吧 之前它每天都是200多的增长 然后最近都是增长的趋势放缓了 每天增长大概有100多例 然后大家现在也没有说像之前那么焦虑了 然后我今天也真的是太无聊了 待不住了 然后出来溜达溜达 但我也在车里 我也没敢下车去溜达 就是2020年真的是开局一切都不太顺利 是啊 一会儿过去 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没干啥了 对啊 但是呢就是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 能有一个这个触底反弹 谈谈谈谈谈谈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喜欢 能清另外的家 偷偷 denke 自己想要 flower 至今的优优 助理学 做优优 designed 感情 就我们现场 优优 就是她的 剧情 尽力的 战胜定律 喜欢这个视频的妮娜记得给我们转个屏赞哦 拜拜 我们下次见 这位男士 穿着裙子 戴着口罩 戴着耳机 好好酷啊 这是什么人类的迷惑行为 迷惑行为大赏